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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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洞开的大金门望去 巨大的碑亭赫然在前 这块大明神宫圣德碑 是明成祖朱棣 为其父朱元璋所立 追诵先帝的丰功伟绩 年年碎碎跌堤的风霜 已经磨去了碑亭的华美 唯有这只辟邪 依旧背负着陈甸甸的皇位 石马斯丰翁仲利 由以子叶典朝般 孝陵神道 从东到西 排列了六种驯服的石兽 不远处的八尊翁仲 文臣头戴朝冠 武将身披甲咒 皆栩栩如生 与传统的帝王陵寝神道不同 孝陵神道 一改成席千年的直露布渠 以山势回旋变化 呈弯跃性 与周围的自然景观 和谐相容 开创了明清地灵 五百年的新格局 自此每到初春时分 漫山遍野的梅花 环绕神道 宛如一片香雪海 推开沉重的文武方门 便走进了孝陵的 神圣 神奇和神秘 这里的每座建筑 和每处遗存 都推动着 拜业者肃穆的脚步 王朝的兴衰 无碍于英雄相惜 清圣祖康熙皇帝 智隆唐宋四个大字 正是一位皇帝 对另一位皇帝的宋词 只是两百年前的战火 毁灭了响殿原有的辉花 只有这六十尊幸存的石杵 记忆着昔日的壮观景象 这孔并不起眼的门 分隔着阴阳两个世界 代表着朱元璋开创的 前陵后寝的建制思想 夕阳携照下的方程 静静地洋溢出一派王气 这是明孝陵中最大的建筑 也是明孝陵首创的地下工程 象征性城门 方程后面是巨大的圆形堡顶 堡顶下面就是从未挖掘过的 朱元璋神秘的地宫 明孝陵这种前方后圆的建筑格局 开启了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建筑制度 明孝陵代表着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斑驳的砖雕 至今还散发着精美绝伦的艺术气息 护卫灵寝的黄墙 蜿蜒起伏 恰如又一道气势磅礴的南京古城墙 城砖之上烧制者的姓名依稀可见 招视着奇迹创造者和后人维护真爱的一片匠心 明孝陵年延十几里 气势辉弘曲折身忧 在历代帝陵中独树一帜 明孝陵六百年的历史遗存 六百年的神奇魅力 当之无愧于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